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发生什么事 这名女孩叫孝燕 二三岁来自贵州 平时出门得用帽子 衣服 把整个头给遮住 避免吓到路人 孝燕也会吓帽子 虽然孝曾经也不自卑 但是最近慢慢长大 在小日里群怒之下 然后也慢慢活泼开朗 笑起来活泼可爱 这是孝燕本来的样貌 原唱的大黑痣 不只让他遭受异样眼光 医生还告诉他 黑痣极有可能发生癌病变 得立即治疗 每周进行两次打水 打水之后 把皮肤慢慢称打 其实球状物是医生植入的扩张器 强行撑开脸 八个月之后 再将多余的皮肤移植 取代黑痣 事实上在国外 也有许多这样的脸部扩张疗法 为了健康 必须忍受肥苦宿命 但并非所有的怪头孩童 都能受到治疗 额头肿大 眼睛细长 耳朵低下 六岁的普兰叔 出生在印度西北部的庞哲普邦 外貌与宇宙不同 也无法正常行走 但当地居民不但没有排挤他 反而为他穿上一席华丽服饰 双手合十表达前进 视他为神 原来印度胡老信仰里 有个相面人生的相头神 加尼萨 因为代表智慧与财富 所以受到很多信徒膜拜 胡兰叔一出生 就因为面向神似相神 而受到存命拥戴 当地居民相信普兰叔就是向神转世 福老西又前来朝拜 但普兰叔自己的身体健康 一天比一天衰弱 出入都要由父亲骑脚踏车接送 但整个村落包括普兰叔全家人 不以为意 我没有生日没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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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生日 你没有生日没生日 你没有生日 如此面向跟森林转世一点关系也没有 但村民依然认定他就是相神化身 而且身心不一 无独有偶同样在印度的庞哲普邦 出现了一位神窗黄袍替众人 祈福加持的男孩 他叫巴拉吉 今年13岁 我没有生日 从外观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但一转身 巴拉吉的腰椎上长出一条长 17公分的尾巴 独信印度教的当地人认为 这不折不扣 是猴神哈努曼的分身 可以带来忠诚正直跟力量 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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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拉吉会刻意露出尾巴 让信徒抚摸以求平安 随着信众越来越多 巴拉吉的家居然还改建成寺庙 但现实生活 他却因为这条尾巴带来诸多不便 尽管被视为神灵转世 但巴拉吉却没办法行走 必须借助轮椅移动 有医生认为他没办法走路 是因为骨质疏松 脊椅上长出来的小尾巴 更直接影响他的行走能力 不过巴吉的家人认为 把尾巴去除是违背神的旨意 现代医学来到这个印度乡村 根本心不通 不论是普兰书或是巴拉吉 站在医学角度都是一种身体病变 猴神跟相神之说 只是印度多神教的信仰同胜 根深蒂固而且常年难以撼动 红宝石中纯度最高的是歌血红 透度高 颜色鲜艳 价值不菲 当今世上最好的歌血红在缅甸 其次就是莫三匹克 因为艳丽璀璨最能象征奢华 一些矿业公司不择手段 占领矿区甚至奴役矿工 奢华的背后其实有着难以想象的黑暗 红宝石在五大珠宝中印度仅次于钻石 圣经里它是最珍贵宝石 这只戒指每孔金不相钻 单单潜入一颗红宝石就卖出上亿台币 因为它是红宝石中的贵族 最高等级歌血红 如燃蟹般的光泽 浓烈 明亮 价格屡创天价 全球纯度最高的歌血红就在东南亚 前进缅甸蘑菇 市集里一滩滩都是卖原石 蓝 绿或是玉 应有尽有 当然以红宝石最负胜名 多少钱 多少钱 20,000美金 20,000美金 在市集掏价还价 世界各地的行家戴好给西 年年来着挖宝 事实上缅甸的红宝石出口产量 占全世界九成 几乎等于国家经济命脉 但在近年 非洲的莫三比克据传 也能采出歌血红 掀起新一股淘金热 只是这里采出的红宝石 染上的却是人血 淘土挖矿即是台卡车轮番再送矿土 这里是英国珠宝公司James 位于莫三比克的采矿场 很好 矿墙上的土堆捏一捏 马上就找到红宝石矿 徒手翻找不久就能满载而归 采集大的红宝石源时 在矿场会被装袋 一小部分装箱上锁 送回公司当样品检验 而矿工们进出都要搜身 James公司矿场首位森严 但令人感到好奇的是 他们挖个矿 居然还要请来武装军队 持枪守卫矿区 面对的是拿铲子的莫三比克村民 到底是怎么回事 讲了激动 口莫横飞 它是当地埃斯塔西欧村的村长 事实上村民们过去以采矿为生 但在James公司跟莫三比克政府签约后 他们只能偷偷摸摸 开辟非法矿区 矿坑隧道尽容一人 矿工下去后空间更窄 只能趴着摸黑采取矿土 在这样工作条件下 采到的红宝石少之又少 被打到断手断脚是家常便饭 但村民们没有其他生活技能 为了生存只能冒险投挖矿 更有人因此丢了小命 这一座小土堆是一名年轻人 安东尼奥的坟墓 他在两年前投挖矿 遭物装军队乱枪射死 留下老父亲一人肚子垂肋 被爆出私人军队动用私情 James公司全盘否认 莫参比克政府也坐视不理 采矿连货上益 背后却暗藏暴力迷云 红爆时璀璨耀眼 美得让人想聚为己有 但很少有人知道 光芒艳丽的背后奢华却是燃起而生 中国大陆各个一线城市 有为数不少爬手 来自新疆 新疆这些偷儿 多数是青少年 而且手法精湛 方不胜防 久而久之 新疆人到大陆背负污名 几乎人人喊打 到底为什么新疆的爬蟹集团如此猖獗 其实有幕后秘心 直击尽头 广州闹区 一名少年捏手捏脚尾随 将手伸进路人的手提包 一路摸了十几公尺 窃取钱包得手 完全没被发现 手法贤熟 同样的 排桶爬切画面 在这个街口 一天上演数十次 翻案的全是孩童 而且都来自新疆 事实上在中国 新疆小偷远近驰名 导致之群 来到大城市的维吾尔族人 走到那都被投影 有色眼光 连出海关都会被刁难 我过来 他说让我脱鞋 我为什么前面的那个人 不要脱鞋 他说就因为你是新疆人 国家规定的 国家规定的 周园规定的 是 西大大规定的 西大大规定的 新疆人在 一个住店都不能住 新疆人像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但究竟为什么 新疆爬手苍獗 其实各个小偷背后 都有心酸故事 把我的哥哥 替别人卖了 替别人卖三万块钱 就是我自己的亲哥 他是艾莉 二十二岁 住在上海狭小 肮脏的公寓 他十四岁就被卖到 忍舌集团 训练成为爬手 这天艾莉跟同伙到街上 准备上工 但就在下手时 就被当场带个正着 被送往警局 这对艾莉来说 是加强便饭 新疆人被带后 也有交战守则 第一先装作不会看雨 第二就是自残转移交点 他们有一点打我了 然后我输不了 吃了刀片 在警局吃下藏在 头发里的刀片 艾莉马上被送往医院 一般大陆公安 为了怕抗责任 小偷自残后 往往不会继续追究 终日窃到为生 被抓了就自残 周而复始 艾莉痛不欲生 但想脱离这样的 鼠辈生活也没办法 因为这群新疆小偷背后 都有集团幕后黑手操控着 一分钱都没弄到 还想起办的吗 谁还不是人物 都管你心中 明白吗 标新大汉在阴暗的地下室 对着孩童又打又骂 刻画出新疆小偷 如同傀儡的悲惨生活 这名小男孩是主人王 叫做穆拉提 人王 要去 要去 多美 去去 他去 人人是多少 十二万 每天 每天偷三万 偷得来那么多吗 可以 拖不留就不回去 穆拉提从小就被拐骗到广州东莞 这家新疆餐馆就是爬窃集团的据点 里头十几个新疆孩童 都要叫集团首领爸爸 每天被带到商场车站 规定金额要偷欺负手机 没达到业绩就会遭到独挡 留下一身伤疤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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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 我 我不回 小人给我把握证 你要杀爸爸给你干啥 有一次 穆拉提想得逃走 却被带个正着 留下他永生难忘的痛苦记忆 跑 偷牙 我 偷牙 我需要谁啊 我需要谁啊 我是谁啊 我需要谁啊 刚才你去 我叫我爸爸 被绑在天花板电风扇 转到云角 奇迹领略 其他孩童吓得不敢作声 而在真实世界中 拐骗穆拉提的主脑 是他爱荷麦提 看准孩童手小 偷东西不容易被发现 爱荷麦提跟人蛇集团串通 从拐骗 行窃到嚣张 一条龙作业 在北京 南京 光州 惠州等大城市 都不有他的黑势力 但由于规模太过庞大 终于被公安盯上 最后爱荷麦提落网 公安在他家 起初打量现金 金氏 手机 进到地下室 宛如人间炼狱 一件件血迹斑斑的铜装 跟粗铁链 正式虐童铁症 爱荷麦提最终早判20年 又期徒刑 其他还有227名嫌犯 遭到逮捕 1624名孩童被救出 13岁的穆拉提 现在被送入艺术学校学务 渐渐融入校园生活 但能被救出来是他幸运 据统计大陆现在 还有5万名新疆儿童 在各个大城市 被暴力胁迫 偷窃度日 继续背负着 新疆小偷的恶民 过着悲惨人生 北州上在未来 20年内可能绝种 原因在象牙买卖 有一年代 中国经济崛起后 大陆的象牙交易 更加热络 导致许多象牙猎人 在贪婪的暴力当中 猎杀大象 近几年不少 动保组织挺身互相 换来的却是血腥与杀戮 三个月大的右相 步伐缓滥 毫无生气 眼看就要撑不下去 选手员赶紧让他补充水分 原来他花了一整晚找妈妈 长时间饿肚子 惊恐交加 终于他倒地不起 无情的枪声响起 重弹的大象不知倒地 这里是非洲坦上尼亚的 塔兰吉雷保护区 草原上每走几步 就能发现大象尸体 有的全身玩好 有的只剩下白骨 但所有象尸都有个共同点 就是象牙早已不见 非洲大规模猎杀大象 早从19世纪欧洲殖民开始 超过2000万头的非洲象 到1960年代只剩下200万 2010年后 中国成了非法象牙贸易的主要市场 时至今日 非洲大象只剩下不到50万头 东非自然保护区里首当其冲 1989年联合国禁止象牙贸易后 黑市价格意外飙高 肯雅和坦上尼亚的猎人 开始展开残忍杀戮 保育区周边猎人各有武力 像一个小型军队 猎杀大象属上牙 为了保护象群 政府和保育团体 出动上千名巡守队员 取缔非法猎杀 保育区多次拨火 成了丛林优质战 猎人冒死猎杀大象 一公斤象牙的报酬只有2块美元 但大盘商卖到市场 却高达100美元 因为高额暴利 互相村民反而成的目标 惹过上升 2010年肯雅桑布鲁村 历经悲惨杀戮 村民妮娜为了阻挡象牙猎人 自己腿部重担伤痕累累 就连无辜的三年小孩都因此丧命 但这样的悲惨遭遇 得不到同情 象牙黑市依然猖獗 只要有钱想买多少都不成问题 这一天采访团队决定一探究竟 哇 What an unbelievable sight 眼前满山满谷数以万计的象牙 这里是负责查契的政府部门存放仓库 一头大象只有珍贵的两只象牙 每一只白亮的象牙都代表着一头大象就此有多 在搜索的监禁 是谁人们占据 中国人 他们是中国民众 取缔赶不上滥捕速度 这一天记者乏装买家 前往秘密贩售地点 但象牙中盘商极为小心 得先确认身份才能让他们上车 非法商人从塑造袋里拿出一只只象牙 任君挑选 密露摄影机拍下 这一大只象牙重达30公斤 品质良好 还价到3万美金 一旁还有雕琢好的手镯项链 通通是抢手货 只要有钱能贿赂 不管多大量的象牙 机场 港口 通通让你如入无人之境 更重要的是最大市场中国 象牙公开交易 橱窗里 琳琅满目 各式各样象牙异品 每年高达33公吨 背后代表着 每年有一万一千头大象 惨遭杀害 辛苦 不要给它踩着 好 那这个好 项牙异品 因为黑市恶意炒作 价格飙涨 仿佛有机宝石 但项牙充其量旧式动物的牙齿 主要成分也只是钙磷酸盐 却因为人心的贪婪 无知 对大象赶尽杀绝 赶写象牙带来残忍的灭众危机 蒙古人巡浮金雕 协助狩猎的文化 长达两千年 一向只传男不传女 但是来自阿尔泰山区的 十三岁女孩 艾索潘 天生就是巡鹰奇才 她不仅自己捕捉 巡外上的幼鹰 培养深厚情感 甚至和老鹰 在零下四十度的冰原狩猎 最后她报名参加年度金雕大赛 她能摆脱性别束缚 成功夺冠吗 俊美英姿从天而降 正式初转 列入无所振行 混乱荒野 这是金雕 鹰科动物中骁勇善战的冷情 暂时可达两公尺 一旦在高空发现猎物 克里辅身以305公里的时速 展开瞬间猎杀 深化天山骏马 首托凶龙猎雕 当今世上能驯服金雕的 是隐身在蒙古阿尔泰山区的 哈萨克族 其中最传奇的莫过于这个家庭 她是努尔哈伊普 一生天赋异比 她是哈萨克族 降服金雕的第一把交易 依照传统 寻音传男不传女 但她看准女儿艾索潘是奇才 决心要培养她 成为2000年以来 第一位寻音女猎人 人小志气高 年纪13岁的艾索潘 志气未托 但眼神如炬 她发下好远就不能光说不练 这一天妇女攀岩而上 要寻音得先从补音开始 目标是悬崖上的一头右鹰 父亲在她腰间绑牢绳索 艾索潘顺着峭壁攀爬而下 只要稍有师徒 随时可能坠落深渊 粉身碎骨 命悬一线 艾索潘抓紧神火 站稳脚步 哈利美奥潮越来越近 右鹰正翅发出警告 向她示威艾索潘没有退缩 熟练舞动双手 逗弄右鹰 眼看母鹰就要归巢 艾索潘抓紧时间 抛出绳索 一把套住右鹰 成功捕捉 从这一刻起 艾索潘请进心血 培养右鹰 天天与她相伴相随 家里宰羊 第一时间亲手喂肉 跟每天带她上山训练 在父亲的带领下 艾索潘和她的金雕 历经一系列严苛的磨练 她和原本弱小的厨英 逐渐勇猛强大 这一天冰雪哭寒 一只狐狸突然现身 艾索潘利特策马狂奔 金雕气势如虎 挽了一颗子弹 补充而下 张开两里寬的翅膀 攻击 追咬 缠斗 艾索潘已经能完全掌握 她的金雕 接下来她要参加 一年一度哈萨克独胜会 雄鹰金雕大赛 骄傲的猎人带着他们的老鹰 从四面八方而来 延续传统捍卫家族荣耀 男人各个蓄势待发 这时唯一的女性艾索潘先生 立刻引起骚动 纷纷投影怪异不解的眼神 裁判提出质疑 一帮人等着看小话 但好戏就要登场 艾索潘一出场就另有经验 他的棋肤阴挺 信心满满 心里全场目光 第一关拿下高标 艾索潘势如破竹 越战备勇 艾索潘骑着追风马 脱手持江 托着吐尸 目光炯炯 顶着天际 令雄姿勃勃 宛如离线之箭 锐不可当 促冲而下 这一关艾索潘 拿下满分 下一关是测试金雕的 飞行速度 他乘胜追击 艾索潘的金雕 就像听见母亲的飞换 毫不迟疑 急速促冲 五秒内急速飞到手臂 艾索潘征服所有人的质疑 辉煌毒冠 艾索潘的金雕 以天赋 击败所有男性选手 父亲眼里满是欣慰与骄傲 他的孩子以唯一女性 年纪最小之姿 夺下贵冠 骏马若是哈萨克族的翅膀 那么金雕就是他们的眼睛 传说金雕 象征太阳神 不获猎物 帮助哈萨克族 渡过岁月寒冬 族人为了感谢金雕 寻买七年之后 会以羊之血迹 然后放满山林 尽管依依不舍 但实现一道 金雕必须继续他们的生命循环 阿萨克族的寻民文化 曾经因为苏联统治而中断 这些年渐渐由年轻族群 重新投入 再续哈萨克的 鲁迷情绪 繁老还童 不只是神话 英国一个兄弟年过四十 不约而同 言行举止回到婴儿时期 他们重新学习说话 走路 完全失去生活能力 另外欧洲最高峰 白朗峰 刚顶前有一段路 叫做死亡回廊 短短100公尺陡坡 却是恐怖的夺命路段 每年有登山客 葬身死亡回廊 我们稍后回到云端密档 欢迎回来 相神是印度教的智慧之神 头顶皇冠 有着长长的鼻子 中国湖南一名男子 他就长这份模样 香里盛传 他是相神转世 称他为相人 当然这位相人 没有神力 反而是马戏团 想要训练他 成为人寿表演者 他到底怎么了 带您揭开相人之谜 中国湖南这个淳朴小镇里 几乎人人知道他 但都必知唯恐不及 一张巨大怪脸诡异变形 严重下垂几乎掉到腰间 走动时得要一手捧着 坐下时也得把一大块脸 往桌上摆 歪斜的嘴巴讲起话来 几乎没人听得懂 恐怖模样让村民们议论纷纷 不断下垂的脸颊就像橡皮 开始有人怀疑 他就是相神转世 只是他并没有神力 反而连平常人的生活能力都没有 三十七岁的黄春才 四岁起脸部开始异常肿大 随着年纪渐长脸越肿越大 一张沉重的脸重达二十五公斤 几乎是体重的一半 头部脸部仿佛被一个六岁大的孩子黏住 黄春才无法挺直腰杆 从背后看脊椎向下弯曲超过九十度 加上过度负重 身高只有一百三十五公分 宛如一个孤独的相人 因为地心引力拉扯 无关严重变形 他先是左眼失明 右耳失聪 随着脸颊继续向下压迫 嘴巴根本无法合拢 说话或进食还需要双手帮忙开合 因为严重挤压 牙齿仅剩两颗 也只能吃流脂食物 黄春才渐渐被当成一个罕见怪物 后来还有马戏团班主找上他 要他表演像人秀 黄春才的尊严被狠狠踩在脚底下 有些男人来帮我钱 帮我放在旅游业 我说他是一个人物 不是一个舞蹈狠 我并不让他成为狠狠 我是狗狗 我是狗狗 这一天隔壁邻居家办丧事 黄春才一家也跟着陷入仇云残物 因为他扭曲变形的项链 并没有停止长大 已经开始压迫到气管 就连呼吸都有困难 他们生怕有一天 生离死别也将在家里上演 但就在陷入绝望之际 悲惨遭遇 透过媒体报导 突然救星出现了 我扭曲变形的疾病 然后找到他身体的关系 如果我能够剪刀 他能够治疗 坐轮椅好不好 坐轮椅 千里之外的广州复大医院 决定免费提供协助 医疗团迅速成立 断层扫描后发现 黄春才根本不是什么向神转世 他的头颅里 满满都是神经纤维瘤 X光片清楚看见 肿瘤不断增生 压迫着无关 除了影响听力视力外 接下来向上会扩散到脑部 向下将压迫气管窒息而死 强救向人 刻不容缓 但将近40岁的他 手术风险极高 而且大面积切除肿瘤 一旦失险过多 随时可能断送信念 医疗团大阵仗 小心割除纤维瘤 避免失险过多 手术和时间再跑 最后医疗团总共切除了 21公斤的肿瘤 黄春才 滚门关前被救回来了 这都给我拿走给你 我摸摸的汗呗 没声音 你现在摸摸的干吗 看 对 我没有信心在里面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的肿瘤太大了 我的外出使用问题 都可以 只要我能够 做好 持续的好 还爱持续的 就可以了 飞的手术成功 黄春才终于获得重申 虽然容貌依然歪斜 至少已经能言语尽时 荒村的相神转世传说 也就是不攻自破 大叔苍苍白发 身体里确有小男童的灵魂 他是弟弟马修39岁 哥哥迈克42岁 梁兄弟明明是中年大叔 但言行举止 就像个鱼孩 母亲克力斯丁和先生汤尼 辛苦了一辈子 以为终于能够退休赏福 却没想到 两个儿子六年前开始返常 他们就像被魔鬼 禁锢在小孩的身躯里 麦克和马修 不再是成熟稳重的中年男 有兴趣的事物 全部回到学历前 麦克和马修 从小品学兼优 长大后分别在英国 皇家空军和海军 担任职业军人 就在人生的高峰期 兄弟俩不约而同 烦恼还童 住家厨房满是污垢 吃过的食物没清理 房间杂物乱堆 物品凌乱 仿佛垃圾堆 一天一天生命倒转 直到他们已经 完全失去生活能力 他在吃热鱼 我们试试他 要煮鱼 但他失去那种能力 去解释 你不能只能拿到 热鱼 这部分的测试 是显然不平 比之前的测试 而是影响了 所有部分 我们叫做白质 或在脂肪中的关系 求医之后发现 烦恼还童现象 导音于脑细胞白化 这是极为罕见的 脑白质营养不良症 发病几率只有三十亿分之一 医师断言再过不久 大脑智力将会衰退到生命原点 也就是说 他们会失去所有行为能力 迈向死亡 他们不会能够交易 他们会能够交易 聊天 吃饭 我认识感觉很严重 对不起 医师的预言 在另一个个案上应验 发病十二年的艾利克斯 早已失去自主名利 只能每天瘫在床上 无法吞咽 还得透过鼻胃管才能进食 不到三十岁的他 生命只剩不到一年 迈克和马修的未来 很可能就是这个写照 我并不想想到未来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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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被宣判死刑 父母决定将兄弟俩安置在 从小长大的老家 期望他们能再次透过 熟悉的环境长大成人 从吃饭 洗澡 生活起居大小事 要求两兄弟通通得要 重新学习 无奈事与愿违 两兄弟依然哭闹 耍赖 不讲理 根本无法沟通 就在马修情况越来越严重时 他的女儿当了妈妈 亲亲宝贝孙子 马修成了爷爷 但子孙俩的亲密画面 看来却有强烈的违和感 一家人的情绪百感交集 一边是充满活力的新生命 一边却上被宣判死刑的最后倒数 兄弟俩反老还童的故事 吸引全球媒体真相报道 为什么努力一生 在壮年巅峰 却一步一步要往回倒转 直到有一天 两兄弟都将慢慢倒下 生命的无常 人间的无奈 引人悲悯人 令人死疏 欧洲最高峰是白朗峰 海拔4800公尺 每年吸引超过 三万名探险家挑战登顶 但是登顶前有一段必经之路 叫做死亡回廊 这是一段陡坡 只有短短100公尺 却是雪崩浩发的恐怖夺命路段 每一年都有许多登山客 葬身在死亡回廊 风顶冰雪 四季不容 万年冰川 直落山谷 这里是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 白朗峰 欧洲的神秘圣山 翻涌云海 连绵群峰 矮矮白雪 凌循巨岩 白朗峰海拔4800公尺 每年吸引无数探险家 前来朝圣 但登顶之前 必须先攀阅这座莫迪峰 人称宇宙之山 因为其中最危险的路段 可亡回廊 短短100公尺 倾斜将近50度的陡坡 多年来已经夺走巫术生命 两名小登山客尖叫嘶吼 因为局部雪峰 让他们一瞬间急速下坠20公尺 还好是系在爸爸身上的绳索 救了一命 但雪块和小石头持续滑落 眼看大范围雪峰即将来袭 就算登顶尽在咫尺 父子三人也只能无奈中途放弃 因为可不是每个人 都像他们这么幸运 洪峰处这两名登山客 连桃都来不及桃 大范围雪峰一转眼 不遍盖地 就如滚滚洪水将他们通没 还好救难直升机及时赶到 但也只能垂挂救人 因为下一波雪峰随时可能再起 救难队员根本不敢轻易踏上雪地 果然没多久 大面具雪峰再度向下滑落 不论是被积雪深埋 或是被雪块石块砸中 任凭经验再丰富的滑雪玩家 也可能一秒丧命 雪峰范围持续扩大 仿佛结界开启了地狱之门 就像跟时间赛跑 救难队紧急出动直升机 总部位于霞慕尼的救难队 每逢登山季 一天就得出动二三十次 这一回任务是营救 一名跌入雪坑的登山客 心急的朋友差点成了 另一个受困者极为脆弱的雪坑洞口 随时可能崩塌 三十五岁的18平 有十五名的救难经验 绑紧绳索准备进雪坑救人 小心翼翼下降防止雪壁石块持续崩落 狭窄的雪坑连半身都难 受困伤者就在眼前 却摸不到救不到 确认伤者意识后 送下滑轮 利用动能未能转换 终于将伤者拉起 伤者获救还能喊痛明显无大碍 但可不是每次救援都能如此顺利 这次雪坑受困两人 眼看已经下午六点半 只要太阳能下山 没了光线救援就得被迫寒净 下降了二十公尺 还碰上第一个伤者 红帽子的登山客只是轻微护折 他更担心受困更深的另一位同伴 呼吸困难反应越来越微弱 可能随时撑不下去 第二架直升机紧急增援 但才短短几分钟 零下十度的低温加上持续的大风雪 让伤者几乎被冰雪盖住融为一体 蛮力硬拉让深陷冰雪的伤者哀嚎 救难队改变作战策略 先将冰块敲碎才终于救出人来 但受困五小时的伤者 怕在地上动也不动已经失温 紧急送医后索性最后恢复意识 但没想到更惨的一场雪宫山难继续回忆 向下搜寻三公尺完全已火火 前一天晚上莫迪宫的这段死亡回廊 发生公塔 方圆三百平方公尺埋了上公盾的雪 而这群一共25人的登山队 只有12名伤者莫救 6人死亡还有7人失踪 凶多吉少 这是近十年来 死亡回廊最严重的雪崩山难 搜救犬有了反应 但搜救来到第六个小时 深埋两公尺积雪底下的登山客 已经动也不动 没有生命迹象 死者再增加三名当救难队 陷入仇云残物 但他们仍不放弃 天气骤变让搜救被迫中断 再隔一天已经超过黄金24小时 终于在四千公尺山脉上 看见登山道具 但情况似乎很妙 最后两句遗体终于被巡获 这起山难一共造成11人死亡 登山客眼中神秘的死亡回廊 每年夺走超过百名登山客性命 征服欧洲这座圣山 至今多少人献上了悲伤心计 珠宝或象牙一品是高价与奢华的表征 但买卖市场光鲜亮丽的背后 其实染着矿工与大象的血泪 这集为您制作几个相关报道 期望让我们一起省思 高品味奢华只是表象 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心更该被看见 我是燕云炫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